怎么办?数字变突怎么回事? 可能只是因为你没开窗户 Hello,大家好,这里是珊珊养花,我是珊珊 因为最近忙着开直播的事,所以视频可能拍的有点少了 但是大家别着急,后续旅顺了之后,我们就会定时更新了 另外有很多的话友在我后台留言说根本看不到我直播 这一点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我不给我推荐什么的 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暂定的是每周的246的晚上8到10点钟开直播 大家有空的话呢,或者是有问题的,可以到时候直接来找我 点开头像就能直接看了 好了,该说说正事了,这次摆摊的时候呢 给大家选了两颗超大的三角梅来着 不过因为拍视频的原因呢,我把这两颗三角梅就给它分开养了 这一颗呢,就放在了楼上,四天闷着,没喷水,没通风 而且没有晒到过太阳 一棵树的花一点都没剩,浇水都不管用 用剑团的方法给它浇的水,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花就全部都落到盆里了,给大家看 剩下的这颗呢,本来没事 不过因为这两天我出门,所以说就一直把它闷在楼道里 虽然每天给它喷两三次水 但是这花瓣照样有一种留不住的趋势 一会儿我还要把它挪到室外去养 通过这两颗三角梅的变化呢 咱们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哈 长得再好的三角梅 大家也千万记住了,不能在室内闷着养 一般来说三角梅的花期超长,能让它提前泄花的可能性 只有阳光不足,缺水缺肥,烂根不通风这么几种 我个人感觉水肥方面其实还是很好把控的 再不记了,咱们见干见吃还是不难的 但是这个晒太阳和通风方面真的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地方 所以说花友们,如果说您家这个三角梅也突然毫无原因的花泄了 一定要查一查光照和通风这两方面有没有问题 有时候真相就在这种不经意的地方 对于大部分的花友来说,可能觉得花卉的生长就只需要浇水晒太阳而已 其实有很多的小事都是需要咱们多加注意的 花友们一定要记住,每周246的晚上8到10点咱们开直播 不仅是带花,更重要的是咱们花友有什么问题呢 咱们可以去到一起聊一聊,互相分享一些养花的经验 养花嘛,总是要分享着才能开心,您说呢 好